电影频道出品的新片《我的喜马拉雅》 眼下正在西藏热拍 影片改编自被授予时代楷模的 西藏自治区牧民卓卡 以及秧宗姐妹 妇女两代人爱国首编的事迹 电影《我的喜马拉雅》 将输海拔3600米 大雪封山半年多的边境高原上 妇女接力半个多世纪 坚守边陲的感人故事 为了更好地保留故事原貌 剧组工作人员们 不仅要适应高原反应 多变的天气 还要克服现场匮乏的物资 高原反应对我来讲 是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问题 前天晚上就睡不着 把他夫妻睡不着 白天还拍戏还得顶着 现在说话嗓子是很奇怪的 声音也是受这个影响 高反合地 西藏的天气没得选 一会儿阳光明媚 一会儿阴雨密布 一会儿下雨 一会儿下雪 在我们这每天都是四季 我们因为在山里面 全是山路 没有公路 而且好多坡道 我们的车第一天开机的时候 进来就根本进不来 花了好长时间 虽然拍摄环境艰苦 为了创作出好作品 主创们依然十分投入 记者谈班当天 剧组正在拍摄一场 演员们情绪波动较大的戏 为了增加真实感 导演现场示范讲解 调动现场氛围 为了表现出主人公 父女三人 守护国家边境的 无私奉献精神 主创们希望在拍摄时 抓住细节 我尽量地想通过生活的细节 所有的他们的生活细节 真实地来表现出来 带给观众 让观众能够体会到他们 在这儿的不容易 她的脸要先打黑 包括那她的那个耳朵洞里面 她的嘴巴 她三里的孩子嘴巴 都是起那个死皮的 我们也是需要打黑的 自家缝里面都是脏的 他们的这种坚韧不拔 不屈不挠 舍小家顾大家的这种精神 就是我们一定要体现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回来的路上 他们还缠着啊 要去献了给他 经常在用 这个捡牛粪呀 这些东西 我们是这样 然后就那个墙上 这样一贴 这个电影需要是用拉萨语 来表达这个态词 这就是在学这个拉萨的语言 阿姐长大了 挺多牛马都饿了 对 这个电影需要是用拉萨语